斯 genom士 OK 這個章節 她很好拿分 因為她考過升論題 然後選擇題也常考 所以在前面我們說它重要性 它重要性應該是算比例的問題 它算普通 就是說它的條文不多 但是你好好把它整理一下 你記起來以後只要考出來 因為最近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做那個立體 最近考試它那個考得比較機車 等一下我跟你檢討題目你就知道 考得比較刁鑽 那顧家作業程序很簡單 那就是8到16 還記得我上次講過 它8到16條而已 所以它沒有幾條 那好我們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第一個 第一個呢 我們來講 來第一個 我講的第一個就是什麼 估價作業程序 所以我們第一個先講作業程序 那你就問我 那什麼叫作作業程序呢 其實作業程序很簡單 作業程序就是什麼 把它講白話一點 就是估價師他怎麼怎麼做一份估價報告書出來 所以在念這個章節的時候 我希望大家你把先把你自己當作是估價師 你就說我就是估價師 我怎麼做出那份估價報告書 所以第一個我們要講的就是作業程序有幾個 當然這一個作業程序有幾個 八個 所以它剛好在第八條 那只有八個作業程序 所以說以後 假如這題考過生論題 這題考過生論題25分 那個也很早期了 那最近在考的話 那都會考這一個八大作業程序的順序 那因為估價是一個什麼 實體間程序法 所以假如講到程序那個順序不能跳 就是那個順序不可以錯誤啦 就是要按照那個順序來 所以比較有一點辛苦的 就是麻煩大家一定要背那個口訣 那口訣記起來那個程序就不會亂掉 而且不會落掉一個 OK 即使你已經忘記了 但是你還可以編出來 懂意思嗎 你只要記住那個關鍵字 好那我先把這一個 八個字的關鍵字來 我們要怎麼記 來我先跟大家講 來就是八個字 你先這樣記 這前四個 然後後四個 你念到後面 你越來越念 你就會發現 其實都是這些專有名詞在繞來繞去而已 所以我們之前講的那一個 17款的解釋名詞 還有我們今天講到的 比較法的那一個解釋名詞 你通通都要把它記守 這些名詞定義 用詞定義也要記守 那這八個 這八個程序 這八個關鍵字 那你回去很簡單 常常念 常常念念 念守就好了 像我常常就會跟學員念 積極收縱整韻結智 然後你透過這八個口訣 八個字的口訣再把它展開 這把它展開 所以它第一個這個章節就叫做估價作業程序 注意喔 它是作業程序 就是說估價是如何做出一份估價報告書 它是怎麼樣子的流程 這個是一個程序的流程規範 這個跟我們估價方法的程序不一樣 我們後面教到的是估價方法 估價方法有進行估價方法的程序 這個不是 這個是一個比較尚未概念的一個作業程序 我慢慢講你就懂 那好 這個是第八條的規定 所以有這八個 那這八個呢 我先不寫 因爲什麼 等一下一個一個要寫 所以就不重複寫 那第二個呢 我要講什麼 第二個我要講 程序的內容 就是說 這八大作業程序 它程序的內容為何 那那程序的內容就規範在哪裡 這個是第八條對不對 這個就是規範九到什麼 十六 所以 等一下我們一一的講 程序的內容 就是說 G是什麼 我們你們看條文 念估價 重點在條文 所以念條文 OK 那那看條文呢 它是什麼 它就是八個程序 那八個程序 到底怎麼規範 一一在每一條 第一個 我們先講 第一個 第一個是什麼 G 那什麼G是什麼意思 我們為什麼取這個G 因為 它是要確定估價 基本事項 這個是我們的條文 也是我們的標準答案 我們取哪一個 取這個 因為你看到G 你就知道 基本事項 第一件事情 要確定 看股票 確定估價的基本事項 那什麼叫做確定估價 基本事項 這我先講一下 我先介紹一下 它的條文就是第九條 這個第八嘛 這用算的也算的出來 為什麼要這樣來跟大家做版書 因為以後你即使忘到條號 你推都推的出來 那是第幾條 你推都推的出來 OK 那好 第一個 確定估價基本事項 那 什麼意思 講白話一點 估價師呢 要做出一份估價報告書 第一個 一定是什麼 受委託 那受委託的時候 就是要去拜訪客戶嘛對不對 你跟你們做仲介跟代書一樣啊 人家要案件給我們辦啊 我們估價師也是一樣啊 人家要委託案件給我們辦 我們當然要去拜訪客戶吧 用電話也好 親自都好 你要跟他問什麼 你要起碼要問他 要估什麼嘛 不是嗎 對啊 所以第一個 確定的 OK 那好 我們來看細項 第一個 要確定的是什麼 看股票帝的內容 他的內容 OK 什麼叫做他的內容 很簡單 我們 上個禮拜介紹過 勘估標帝 勘估標帝是什麼 勘估標帝就是指土地 建築改良物 農作改良物 集齊什麼 權利 有記齁 這有念齁 好 那我們現在呢 你假設 今天有人說 你是估價師 我可不可以麻煩你幫我的不動產估價 那你跟他洽商 你跟他 你跟他拜訪的時候 你要問他說 你要估什麼東西吧 你估的是土地 還是什麼 房屋 還是土地加房屋 一塊兩塊三塊幾間房屋 有沒有 還是說你不是要估這個 你要估的是地上權 你要估的是抵押權 你要跟他確定什麼 看股標帝的什麼 內容 那內容的細項包含很多 譬如說在哪裡的土地 有沒有 那土地大概多少坪 有沒有 等等的這些東西嘛 那好 除了看股標帝的內容以外 那你第二個 你要跟他估什麼 什麼時間的價格 他到底要什麼時間的價格 所以 第二個 價格什麼 對 這很簡單啦 價格日期我們已經介紹過了 他解釋的也是這個解釋名詞 價格日期 就是指表示不動產價值的基準日期 就是哪一天的日期 你估出來不可以沒有價格日期嘛 對啊 然後 第三個 也是專了名詞 價格什麼 種類 不是嗎 然後 估價的什麼 條件 最後一個 要什麼 估價的什麼 目的 什麼叫做估價的目的啊 很簡單啊 你一定要問他說 你估這個不動產 你的用途 目的是什麼 他可能告訴你 這個我要買賣用的 這個我要 租刃用的 或者是 這個我要什麼 拍賣用的 或者是什麼 這個我要跟人家共有物分割的 或者是我今天是上市規公司 我要資產重估的 為什麼 因為這個估價的目的會影響什麼 你估價的價格 會影響 因為你用途不同 你估價的方式或什麼 會多少有點差異 所以第一個要知道 看顧標準的內容 價格日期 價格種類 估價條件 估價的目的 那這個考試怎麼考 你說老師你叫做這個考試怎麼考 很簡單啊 那考試就考你說 下列 何者 非 確定估價基本事項 然後A B C D 然後幾個讓你去選 就是這樣子 所以條文的掌握 就是 你沒有辦法全部背起來 沒關係 重點 關鍵字記起來 然後題目多做 這一顆就是這麼簡單 你就是按照這樣去做就好了 好 第一個步驟 好 那我介紹第二個 第二個更簡單 第二個寫在這裡就好 第二個 你 來 計 計就是計畫 第二個 擬定 估價 計畫 我們取什麼 取計 一看就知道什麼 計畫 那這個程序呢 它的第幾條 第十條 用算的也算出來 有沒有 第十條 那第十條 十幾年 是考過一次選擇題 考過一次以後就沒有再出來 重量性沒有那麼高 但是它也很簡單 我倒還希望它考出來 為什麼 因為它一個口訣就搞定了 來 它什麼口訣 我們記住幾個字 來 步 時 人 經 進 所以 選項 對錯 只要抓住這幾個關鍵字 第一個步驟 時間 人力 經費 進度表 我再講一次 步驟 你把那一個什麼 條裡面的重點 關鍵字 圈起來 步驟 時間 人力 經費 進度表 它會考下列 何者為非 或者下列 何者為四 甚至會變相互選 但是 這一個題 這一個條文 歷年來只考過一次 他有考過 只考過一次 這個 常常考 第九條 常常考 相形之下 第九條 比它重要多了 所以 花點時間把它記一下 OK 那好 接下來 我要介紹的第三個程序 來 看這裡 機器收 有沒有 所以第三個步驟 收 那收 一定是收集資料 看到這個字 因為我們的 不動玩估價 它的估價方法 大部分都要先收集資料 沒有資料 估價是巧戶 然為五米之吹 沒有辦法估 一定要有所資料 OK 那 收集資料 它的條文 剛好在 十一 跟十二 你不要小看這一個 這一個程序 考深論題 考過二十五分 106年才考 深論題二十五分 所以當初 我們都覺得這個題目不是很大 但是他 歷年來已經考過好幾次 那 會不會再考 我不知道 只是說 他考出來 你要回 這個分數 很容易拿 那我們要說收集資料 我們要分兩類 為什麼這個兩條 因為 一條 收集 勘估標的的資料 一條用來收集什麼 比較標的的資料 非常好 所以第一個 這個我們要收集什麼 收集 勘估標的的資料 OK 那好 你有個概念就好了 那顯然的 按照邏輯順序來排 這個一定是什麼 十一條 一定十一條 那好 我們今天 來注意喔 你還是那個情境要記住喔 我拜訪客戶對不對 他告訴我要估什麼東西嘛 然後我心裡面呢 腦袋裡面就開始講說 我要來擬定這個估價計畫 這是理論上 實際上操作的估價是很少做這個步驟 理論上會 理論上要這樣講 因為你做久了哪需要擬定啊 做久了你馬上知道怎麼估了 不是嗎 那他理論上是說 你必須要先拜訪客戶 確定估價基本事項以後 才可以擬定估價計畫 擬定估價計畫的 才依照計畫去怎樣 收集資料 那邏輯是這樣 OK 那好 收集康顧標的的資料 我們說 他要委 譬如說好了 譬如說三民今天委託我要來估這一間 他說 顧家師你幫我估一下 我們這一間不動產 應該價值多少錢有沒有 就問他 我問他說 你要哪一天的價格日期啊 然後你的價格是要正常價格 限定價格 特定價格 還是要特殊價格 你的條件有沒有什麼條件啊 你有沒有限定條件 先規定條件是所有權利其他權利的合併有沒有 還有一個不動產合併使用對不對 還有一個委婉經濟合理性的分割 你是不是那種條件嘛 那你不是這種條件 還有另外一種是不是特定條件 特定條件就是什麼 兩個 那個 尚未實現不確定性 你們大家的表情怎麼好像都沒聽過 那我上禮拜才講過 所以這個概念裡面他講的估價條件 就是有沒有這些條件 懂意思嗎 那好估價的目的問完了好 那我開始要收集資料嘛 那我要跟他要什麼 我起碼要跟他要個什麼 我要起碼要跟他要個 權狀吧 或者是要起碼要跟他要個地號吧 起碼要跟他要個門牌吧 不然怎麼收集資料 不是嗎 那好我們 就好像你們做仲介 你說人家要幫你 麻煩你幫他賣房子 你都會跟他要什麼 不然你去那裡賺權狀吧 那不是 用印本吧 那不是 對啊 門牌當然要啊 對啊 那不然你怎麼 你怎麼回去要賣 不是嗎 你怎麼回去做銷售 那些什麼不動產說明書 那不是 你回去的時候 你們店長說 好啊 那你簽回來 簽回來把那個什麼 資料做做的 那你說 要怎麼做 你說 都沒辦法做不是嗎 這個一樣意思啊 做估價師跟你們是一樣意思的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 我們要估的這個看估標地 我怎麼收集他的資料 你注意看條文 條文說 第一個你要收集什麼 你要收集他的 標示 你要收集他的權利 這個怎麼 不好背對不對 其實不會啦 很好背 我問你 不管是做仲介做代書 或做估價師 你拿到權狀銀本 第一個動作回去要做什麼事情 要掉什麼資料 要掉藤本嗎 不是嗎 那我問你 你掉完藤本以後 你會看到什麼步 對對這個 這個 然後標示步以下是什麼步 對 所有全部以下什麼步 對 那都叫什麼 全力步 記起來 不用十倍啦 看我 我講完你就記起來 現在上課現在記喔 不要回家再記 現在記了 再來 他說什麼 我問你 除了掉藤本以外 賣房子 除了掉藤本以外 要掉什麼 要不要掉分區 要不要掉分區 你賣房子的 要不要掉分區 要吧 還是你們已經公司 不用掉分區 不管你是線上申請 線上申請 還是 實際申請的 要不要掉 使用分區 要吧 所以使用分區上面有寫什麼 法定 用途 都市計畫外的 台北好像比較少 都市計畫外的會有什麼 使用 管制 OK 基本資料 所以你要掉 來 複習一下 這個不用硬記 你只要知道 掉藤本 掉分區 你就記起來了 標示 權力 法定用途 使用管制 等基本資料 第一件事情 搞定嘛 你必須要收集這種資料嘛 第二個 第二個 我要收集什麼資料 注意 我們之前講的 第二條的時候 我們講重要的是什麼 重要的 命題大綱 就是要考影響價格的什麼 因素 對不對 所以 影響價格的因素的資料 要不要收集 要 影響價格因素的有哪些資料 很簡單 一般 區域 還有什麼 對 各位 個別 因素 資料 OK 搞定 就這麼簡單 好 那好 我們收集資料 我們這一些是什麼 第一個 我們收集的是看顧標記本身的什麼 一些法定資料 第二個就是 收集這些會影響我們要去 估他的 這一個價格的資料 最後 我們是不是回事務所要用什麼 估價方法來估 這時候估價方法 不管你用哪一個法 你要有那個法的資料 所以 第三個 他說 你要收集什麼 你要用比較法 所以你要什麼資料 交易 你要用收益法 你要什麼資料 收益 你要用成本法 你要什麼資料 成本 所以 搞定 有沒有 其實 這個要不要被 這兩條你看得有沒有很熟悉 很熟悉 為什麼 這個就是第三條 這個就是第四條 上禮拜就要的第三條 第四條 你把它搬過來就好 所以第三條第四條 你有記這裡就記起來 對 所以你就記住 吊彈板 要使用分區 影響價格的因素 還有要運用估價方法的資料 三個搞定 好 這個就是收集我們的什麼 看顧標的資料 第二個 我要收集 比較標的的資料 OK 那 以條號來算 這個就是什麼 第十二條 所以想要考生問題 他怎麼考 他說有關 普通暗顧價是在進行估價的時候 應該收集哪些資料 他考的就是這個 他考的就是這個 這時候你要寫的時候 你不可以只寫這個內容 你要把它寫什麼 依不動暗顧價技術規則 第幾條規定 要把它寫出來 有沒有 這樣子的分數就可能差三分 OK 好 那你就順便記一下條號 OK 那至於 我們要來 收集比較標的 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要拿來跟看顧標的 進行比較的 進行比較以後要做調整的 還記得嗎 那這時候我們要收集什麼資料 來 第一個 我們要收集 第一個呢 要收什麼 收集的比較標的的價格種類 可能會被要求 要跟我們看顧標的的價格種類 怎樣 相同 所以 第一個 要與 看顧標的 價格種類 相同 或 不相同 沒關係 可調整 為 正常價格 OK 所以他的條文 那條文寫的我覺得不好 所以我把它倒過來 他寫 先寫這個 再寫這個 可是他的二三次 寫的順序 跟這個不一樣 你把它調整過來 會比較好記 好 這個是價格 總類 你要選的比較標的 要跟我們看顧標的的價格 總類 相同 或可調整為正常價格 第二個 與看顧標的 注意 我們上次講區位對不對 區因素嘛 所以區因素裡面呢 他的區位 有被限制 你要找的比較標的呢 不是說全台灣省 亂找 不是 你必須要受一個區位的限制 來 與看顧標的 位於同一個 供需圈內 還記得嗎 同一個供需圈內 因為同一個供需圈是什麼 具有替代關係 有沒有 同一個供需圈內的什麼 兩個地區 淨林地區 或 類似地區 你只可以在同一個供需圈內 你的淨林地區跟類似地區裡面 找比較標的 他的限制是這樣 第三 用途 這個是區位 第三是用途 來 與看顧標的呢 使用性質 使用管制 OK 譬如說 看顧標的 住宅區 看顧標的 是住宅區 比較標的 要找什麼 住宅區 使用性質 看顧標的 是商業區 你要找什麼 商業區 他是農業區 你要找農業區 對不對 使用管制也一樣 你說 他的商業區 健庇率 健庇率 容積率 譬如說 健庇率 80 容積率 220 那你要找 80 220的 這個使用管制 相同 或 相似 不相同沒關係 但要相似 譬如說 找不到相同的 那沒關係 找那個什麼 一樣是健庇嘛 還有住一之一 還有什麼 住一之二的 那 健庇率一樣是60 那容積率 差多少 可能一個是180 一個是什麼 220 差40 勉強 有沒有 但是你不可以找一個 健庇率80 容積率是什麼 240的 差太多了 有沒有 不行 所以這個一定要找 以看估標的 使用現實 使用管制 相同 或相似的 第四個 要 以 看估標的 現在要講什麼 時間 價格日期 接近的 時間 就是 成交的 交易的日期 不可以跟我們的價格日期 離太遠 那你或許會問我 老師 這個 離多久才算遠 價格日期什麼叫做 接近 所謂價格日期 價格日期接近的 我們大部分都希望什麼 最好是在三個月以內 你找到的是三個月以內成交的 上個月 上上個月 上上個月 有沒有 對不對 這個月 同一個月 最好 時間一致 那一般 慣例 普通管國家基礎 為什麼沒有規定 因為 價格日期 我們一般 潛規則是什麼 一年內都可以接受 但是超過一年 最好是半年內的人家會比較沒有什麼 沒有意見 尤其是在不動產 然後價格變動比較快的時候 一年就差很多 所以說 大部分我們在做的時候會希望什麼 最好是三個月內 最 接受 大家可以接受的 六個月內 勉強可以接受的一年內 有沒有 一年以上的大部分大家就會怎樣 大家會比較非難你 然後覺得一年差太多 OK 那現在呢 因為還好 有那個什麼 實價登錄的資料可以參考 早期 沒有 那時候顧家事就比較累 不過現在比較好了 現在有這些資料 那 對我們考試呢 除了會考生論題 這兩個會考生論題以外 他還會考選擇題 選擇題的考像一樣 下列何者非收集看顧標的資料的規定 或者是收集比較效率的規定 或者是要怎麼考 下列有關於收集 資料的規定 何者為非 或何者為是 這樣考 所以你要把這些重點記一下 這個是我們第三個程序 那好 注意 拜訪客戶 擬定資料 擬定計畫 收集資料 好 接下來 看這一個 機記收狀 這個是什麼 看到狀 就是要 要去看現場 有沒有 要去看現場 所以你手上有資料 第四個 來 第四個 確認 看顧標的 的 狀態 所以我們取這一個 狀 那 來 這個順便講一下 這個呢 一定剛好 條文 按照順序來的時候 12 這裡就是13條 所以13條就是在規辦 確認 看顧標的 狀態的規定 那好 什麼叫做確認看顧標的狀態 我剛剛講過了 就是顧價是到現場去看 那一般 你做 一般像我 像我做的比較老油條的時候 我就很少去看 大部分都 麻煩什麼 助理去看 那助理就會去把他看 看看 然後看回來 以前年輕的時候 有去看過 然後 久了以後 除了現場 除了現在 然後現在我們會去看現場的機會 大部分都是那一種 理看 法院要旅刊的時候 要希望顧價是到場 那我們才會去 不然的話 我們現在很少 很少看現場 所以來 看現場是什麼看 來我們來看一下他的規定 第一個 這個不用死計 也不用死倍 你注意看 確認 看顧標率的狀態 你只要思考 你去看現場的時候 你手上會有什麼 會有資料嗎 你手上是不是會有資料 所以你要什麼 你要確認他的什麼 第一個 基本資料 然後 第二個 你的資料不是成本 就是什麼 就是圖嘛 就是平面圖嘛 地極圖嘛 你要不要確認他的位置 對不對 你要不要確認他的門牌 像他剛剛講的 要確認門牌有沒有 那 你要確認 譬如說 門牌確認完了以後 你總是說 幾樓嘛 像你們 像 台北都比較像大樓 因為我們南部會有什麼 透天的 你說這個是四樓 去看到現場的時候幾樓 大部分都會五樓 有沒有 你不要以為你看錯了 為什麼 因為台灣人永遠少一樓 有沒有 他都一定會怎樣 對不對 在加蓋有沒有 但是這個看到這個多一樓 不用緊張 你判到少一樓才有緊張 有沒有 成本五樓 那去哪四樓 有沒有 那你一定看錯間 所以那個 門牌 來 還有什麼 你估的假如是權利 譬如說你估的是抵押權 或者你估的是地上權 這不好意思 權利狀態 所以 這一個 權利狀態 所以他的 Keyword的關鍵字就是這八個字 第一個程序 第一個程序 所以你在 條文的時候 你也可以回過去看那個條文 那個條文 給大家的這個概念 也是這個 那 看完以後呢 第二個就是什麼 你手上因為有 堪估標的的資料 也有比較標的的資料 所以你第二個要怎樣 你一定要看 堪估標的 跟 比較 標的 有沒有 那個現場要不要看 都要看 所以你注意看那個條文 他跟你寫什麼 你要看那一個 看顧標的 跟 比較標的的 使用現況 為什麼要看現況 因為你拿來跟他比 你光是看資料是不足的 為什麼 一樣 五年 屋領 五年的房子 他本身不一定保養的一樣 維修的不一定一樣 所以一定要看他的使用現況 我要看他使用現況 看他的使用現況 還要看什麼呢 我們的經驗是 你假如是 你假如是看那個土地的話 你還要看看他有沒有地上物 有時候你的成本怎樣 顯示不出來 有時候是什麼 有沒有被占用 那是閒置 還是什麼 還是出租 還是什麼 你都要可能 這個 都要看 OK 那第三個呢 你手上 注意 這個是有邏輯 連貫的 你手上是不是有影響 這一些 價格的因素資料 所以你必須 還要什麼 還要確認 這一個什麼 影響 價格的 各項 資料 我舉這個 好的 不好的 通通都要確認 為什麼 因為你可能知道 那一個區域 有捷運站 你可能知道 那一個區域 有什麼 有 國家音樂廳 到底距離多遠 有沒有 那你都要現況 都要怎樣 確定他會不會影響 甚至 那附近 你聽說 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 殯儀館 有沒有 像這一些 你會影響的 就是你在這裡 收集的 或者是那一間 榜子 那一間 榜子本身說 是什麼 名設計師 建築師 建造的 那一種 會影響價格的 所有的 各項資料 你通通都要怎樣 一一確認 那這些都做完了 好 那 這時候 顧駕師呢 就要做成紀錄 做成紀錄 然後呢 拍照 設置必要的什麼 照片 那現在呢 修法了 來 影像檔 也可以 就是DVD 也可以 所以這個是重點 有時候 做個 說 有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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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